天后雷哈娜音乐圈里最富的商人 商业圈里最顶流的歌手 成就不计其数 大家自行百度 今天只聊成功背后 他传递出的强大的价值观 18岁创立慈善机构 多年来解难行善 被哈佛大学受益人道主义奖 堪称超级慈善家 他说不是有钱或有名了 才能去做慈善 不求回报的去帮助身边每一个人 就是他眼中的人道主义精神 几年来推出彩妆和内衣品牌 鼓励审美自尽和穿衣自由 他说单一的白瘦审美 导致大多数女性无法认清自己 无法接受真实的体制 他说我们应该尊重和包容 所有身材和肤色 反完美的理念 因此他出的彩妆色号 涵盖了从最白到最黑 让每个肤色都能焕发出独特的美 他出的内衣 连最胖的人都能找到合适的尺寸 但选中的模特不仅有超模 也有各行各业 没有完美身材的人 以一己之力 推动了时尚圈对女性身体审美标准的改变 几年来 他也一直活跃在反种族歧视的前线 从颠覆大众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到反对歧视亚裔混血和黑人 还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行动 积极表达对平等的诉求 长得美不美 你们自己判断 但这姑娘心挺美的 你们觉得呢 这里是她故事 喜欢就点个赞吧